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里斯多德和神学谁会赢呢 这一讲我就带你看看 当时著名的神学家阿奎纳 怎么样处理这个难题 可以说阿奎纳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全的任务 用神学收编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 这对教会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这次胜利让教权的实力达到了顶峰 但是你可能会问了 既然教会取得了胜利 那按理来说 教权应该绝对压制住了政权 那后来的欧洲国家 怎么都变成了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了呢 别着急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阿奎纳的胜利 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一讲我就来给你讲清楚这些问题 摆在阿奎纳面前的难题啊 是人类历史上顶级的智力难题 他的任务啊 是把两个意志的文化体系 整合成一个兼容的体系 在中国传统当中 恐怕只有宋明理学 用儒学的基盖 吸收应对消化融合了佛教 能和阿奎纳的研究相提并论 这项工作不是劝架就行 关键是怎么打通 对 阿奎纳办成了兼容古希腊和基督教这个事儿 简直就是给西方文明啊 打通了人都二脉 中世纪也就走上了巅峰 我先带你看看 这个事儿为什么难办 亚里斯多德和代表神学的奥古斯丁 怎么就聊不到一块去 差异至少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是宗教观 古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 而且宗教在古希腊社会中 不那么重要 奥古斯丁相反 基督教是一神教 而且在社会中最重要 第二 世界观 亚里斯多德的世界啊 是周而复始的 奥古斯丁把世界呢 切成了两半 光辉的彼岸和堕落的此岸 而且啊 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的过程 是线性的 没什么循环 第三 人性观 奥古斯丁认定啊 人性就是原罪 自私 渺小 脆弱 背叛 而亚里斯多德呢 对人性就比较乐观 不仅人有善根啊 而且 追求善良的生活事业 是人的本性 第四 政治观 亚里斯多德啊 认为政治 是最高且永恒的美好事业 城邦啊 是植根于人性的最高共同体 城邦里边 没有什么政权 和教权之分 奥古斯丁呢 认为政治 只是这个堕落此岸里边的事情 很暖在 会消亡 国家 只不过是上帝管理 堕落此岸的临时办法 末日审判之后呢 就没有了 教会 则会变成 纯洁的教会 在天堂 永远存在下去 你看看 亚里斯多德和奥古斯丁 在最根本的问题上 完全是真相对 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你说 如果你是阿奎纳 你怎么把他们聊 聊成一回事 阿奎纳成功的破解了这个顶级难题 他的格言是 恩典 并不毁弃自然 而是成全他 所谓自然 就是万事万物的本性 包括人在内 就是人性 这个话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和耶稣处理基督教和犹太教律法的关系 用的是同一个套路 耶稣的格言是 爱并不毁弃律法 而是成全他 神学比海深 我就不和你细说阿奎纳的论证了 他写的书要是摆在你面前 能铺满一堵墙 你只有一种感觉 这辈子都读不完 我直接告诉你结论 还是这四观 宗教观 世界观 人性观 政治观 我们先来看看宗教观 阿奎纳是怎么理顺的 首先 基督教对一神教和上帝支配一切这一点 是绝不动摇的 不过呢 亚里索德可以在上帝之下 合理合法的存在 亚里索德通过理性揭示的真理 也是上帝真理的一部分 发现了自然 发现了万事万物的本性 阿奎纳认为 虽然亚里索德没有圣经揭示出来的真理那么高级 但是他也是真理 人通过圣经的启示得到的认识 是上帝的恩典最重要 但是上帝的恩典 和上帝自己制造的万事万物的本性 并不是敌对的关系 而是使他们变得完善 完美 也就是成全 一句话 恩典和自然 阿奎纳把他们 从同一层次上的敌对关系 变成了上下层次的和谐共处的关系 基督教在上 亚里索德的学说在下 这就使得 基督教传统和希腊传统 可以在最底层融为一体 第二 是世界观 有了宗教观的和解 世界观的和解就好办了 基督教里边 此案和彼岸的二元划分不能动摇 世界从创世纪走向末日 这个进程不可逆转 但是在阿奎纳的框架下 此案的地位被抬高了 亚里索德发现 万物循环往复 实现自己的本性 就是此案的真理 此案尽管不如彼岸 但他也是上帝的安排 被亚里索德讲的那么多知识 填得满满的 此案看起来还是蛮有价值的 阿奎纳的这种世界观 充分地说明 西方终于在经历了数百年低潮之后 重新有了文化自信 奥古斯丁所描绘的世界 是暗色调的 他对此案世界的疏远 鄙视 轻视 蔑视 对阿奎纳一扫而光 阿奎纳引入亚里索德 告诉基督徒 此案其实也是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色调一下子就变得鲜亮了 因为有了自信 就朝气蓬勃了 基督徒是这样 西方文明也是这样 所以我老跟你讲 说中世纪一片黑暗 完全是胡说八道 人家自己已经从内心的最深处 改变了世界的基本色调 第三个观是人性观 通过上一点 你就可以合理的推断 基督教说的原罪不难改 但是人生活在此案 世俗的生活 必须变得更积极有为 因为亚里索德讲 人性有善根 要追求良善的事业 第四观 政治观 政治呢 也就变得不那么灰暗和被动 不只是维持 而变成了一种善的事业 就像亚里索德所说 人必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 实现自我 关于阿奎纳学说更细致的解读呢 你可以去刘苏李明家大课里边 找一找我讲阿奎纳政治著作学 那个单元来听一听 这里啊 我要把阿奎纳的学问 放在对西方文明的意义和走向 来跟你讲 阿奎纳神学对西方文明的再造 就是以基督教为主概 去嫁接古希腊罗马文化 从文明的核心解决古希腊 古罗马基督教 这三大传统的兼容性 但这个里边你要注意 基督教尽管不再那么高冷啊 但是依然处于强势地位 古希腊罗马虽然复活了呢 但也不完全是原来的面貌了 这实际上 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底色 尽管后来世俗化的潮流 大大的冲淡了基督教的味道 但是底色是抹不去的 下面我就带你看看 阿奎纳学说对西方中世纪 产生的直接影响 分成两边 一边是教权 一边是政权 教会呢 显然高兴坏了 阿奎纳收编了亚里说德呀 教会给阿奎纳的赏赐 就很说没问题 阿奎纳去世不久啊 教会就风插为圣徒 次名号天使博士 沿着教权和政权斗争的思路想一想 连亚里说德都被教会收编了 教权压制住政权的知识和文化优势 不是更强大了吗 不仅如此啊 亚里说德学说 甚至被很多神学家进一步改造成了 压制政权的理论武器 比如说 有神学家利用亚里说德的目的论 说小目的要服从大目的 教会的目的呢 显然比世俗政权的更高大上 所以政权当然要服从教会 在支持教权的人心里 阿奎纳学说 就是消化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督教神学 正因为教权一方占据了政治优势 又通过阿奎纳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优势 教权才在13世纪下半叶登上了顶峰 但是就像历史学家们普遍认识到的那样 教会过高的估计了阿奎纳带来的胜利 一种学说一本著作越是深刻越是博大 就越容易解读出不同的东西 哪怕有些东西跟原作者的意图相差十万八千里 甚至是针锋相对都是有可能的 尤其在有人故意这么干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结果就会出现 不错 故意这么干的就是王权派理论家们 这帮家伙们充分利用阿奎纳学说 一方面强化世俗政权的地位 一方面虚化和抽空了教会的权利 其中最重要的有这么几位 巴黎的约翰 弹钉和马西里乌斯 没错 就是写神曲的弹钉 就是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手的弹钉 那他们到底怎么干的呢 他们把阿奎纳学说 倒过来讲 教会不是因为阿奎纳的努力 已经把亚里索德合法化了吗 我们就用阿奎纳的旗帜 来讲亚里索德的故事呀 他们讲的故事 有三个基本的要点 第一条 国家和教会是两回事 各不相干 亚里索德说 国家是基于人的本性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通过国家 人实现自我 而教会呢 是上帝设立的 帮助人们灵魂得救的团体 国家基于自然 教会基于神意 起源不同 功能不同 逻辑不同 王权派理论家们讲的第二条 国家是政治共同体 有强制力 教会呢 是精神共同体 没有强制力 只有基于自然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 手里才有soul 武力 教会呢 是精神共同体 只有word 有文化 他们啊 要在理论上 根除教会的强制力 把教皇用来对付皇帝的那些利器啊 比如说 废除皇帝的职权 革除他的教级 解除全民对他的忠诚啊 全部都打掉 王权派理论家们的第三条 教会在世俗政治中必须服从国家 因为啊 国家在世俗事务中有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对教会也有效 你看看 整一个乾坤大挪移啊 硬是要把教权摁到政权底下 自淡定以后 西方的政治理论家们越说越起劲 马基亚维利 伯丹 霍布斯 这些顶级政治理论家们 都在抬高国家 打击教会 这个不是阿奎纳想要的 但这个确实是他学说的合理延伸 他当然不会想去摧毁教会的权威 但是 他确实把洪水猛兽一般的雅里索德 变得合理合法了 这股潮流啊 越来越汹涌 最终摧毁了中世纪教权和政权并利的二元结构 国家崛起 国家独大 二元就有了变成一元的危险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雅里索德重回西方 阿奎纳呢 圆满地完成了用基督教神学 收编雅里索德的任务 教会呢 自认为大获全胜 似乎登上了顶峰 却不曾想到 王权派理论家们 打着红旗反红旗 利用阿奎纳学说 来讲雅里索德的故事 在理论上呢 对教权展开了凶狠和致命的打击 教会的核心竞争力啊 大打折扣 不过别忘了 教会等政治 会玩政治 会勾心斗脚 会动损百合 下一讲我就来告诉你 教会怎么样把这些实力 都完全输掉了 好